花蓮分局线上巡逻远警 日前在市区中正路上巡逻的时候 看到一辆机车摇摇晃晃骑在大街上 立刻上前拦查 而机车骑士神情紧张 立刻就招警方认出这一名黄姓男子 就是辖区内的毒品人口 同时在他随身包里头发现 毒品海洛因还有吸食工具 当场将他依法逮捕 也查扣犯罪证物 全案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法办 警车突然大回转 因为眼尖的巡逻远警发现 对象机车骑着摇摇晃晃 担心会发生意外 警方赶紧上前拦查 男子招拦查的时候 神情很紧张 眼尖的远警发现 黄姓男子原来是辖区内的毒品人口 结果在男子随身包包内 找到毒品海洛因以及吸食器 进盘查发现驾驶人 是无罩驾驶 然后也在经同意搜索后 在他的测杯包里面 起出毒品 一级毒品海洛因一包 两支针筒 以及一支提拨管 虽然黄姓男子向警方表示 自己白天要工作 晚上要照顾生病的爸爸 因此才会吸毒提神 远警还是依法将他当场逮捕 并查扣犯罪证物 全安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 移送地检署侦办 记者众华报导 就过去过去过去 送那边